而罗东文化工厂今年初正式开幕后 平时也有很多民众来这里休闲运动 不过先议员陈鸿熙是接获许多民众反映 夜晚昏暗常有民众撞到柱子或在楼梯处跌倒 要求文化局在设施上要加强改善 罗东文化工厂在去年举办金马奖后 声名大噪 俨然成为罗东新的文化景点 而平常更是附近民众重要的休闲运动场所 不过先议员陈鸿熙表示 接获许多民众反映 夜晚的时候灯光昏暗 常有民众撞到柱子或是在楼梯处跌倒 他认为不能因为取名为工厂 就得戴安全帽才可以维护安全 在设施上应该要加强改善 先来文化工厂应该很危险 就是说的 我们今天要批安全帽 最先要回归原本的人型设置 一些无障害设施一定要做好 尤其我们刚才看到原始还有停车口的问题 要是忙人的话 一下子 一定垮在那里 不是我们这个工厂里面 好像都很昏暗 有些民众不注意的时候 市场会踢到那个楼梯 说晚上昏暗 在运动在走的时候 市场会撞到这三根的协助 我希望我们工厂怎么要去把它装置起来 不要造成蛮多危险的地方 虽然是很小的一些设施 可是造成民众很多很多的很大的不方便 针对地方的反应 性文化局表示在楼梯跟柱子的部分会加注警语 至于其他的交通设施也会配合整体场地进行改善 有影响到民众安全的部分 那我们一方面会在警示的部分去做加强 那另外一方面有关于整体管制设施的美化的部分 我们会配合整体环境来做整体性的规划美化 这个停车场主要是要提供给在这个工厂来参观 来这个参与活动的各位民众来使用 那也呼吁我们这个周边的乡亲 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停车场 停车那让这个来参与活动的乡亲 这个造成停车上的骨片 那在此也谢谢各位乡亲的配合 罗东文化工厂今年二月份正式开幕 现在已经成为宜兰新的地标 兼具文化展演运动休闲跟文创产业发展的功能 而地方期待文化工厂不仅可以帮助在地文化的发展 而且还要是安全的多功能场所 依赖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